大家好,我是阿建,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一大早在菜市场买了一条鲁鱼 给大家分享一个生炒鲁鱼的家常做法 做法简单,做出来营养又美味,即下酒又下饭 做法非常的简单,香味十足,下酒又下饭 一起跟着阿建的视频,看看是怎样吃做的吧 这是我今天花15块钱买的一条鲁鱼 鱼老板已经帮我处理好了 先将鱼鳍用剪刀给它剪掉 这样方便老人和孩子食用 毕竟这个鱼鳍也没有肉,还比较占地方 接着将鱼的尾巴也给它修剪成一个硬尾状 这样造型比较美观 处理好之后,再用清水把鲁鱼给它清洗干净 尤其是鱼肚子里面的天骨血都要给它清洗干净 这也是鱼腥味的来源 如果前期处理不好的话 鲁鱼的腥味就会比较重 鲁鱼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平时我们也都会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多吃一些 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像这样,彻底的给它清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离干水分 再将洗干净的鱼给它放到菜板上 然后炒入鱼尾处,给它直切一刀 再平刀 将鱼肉给它切下来 如果感觉有点滑 咱们底部可以垫块毛巾 这样就不容易伤到手 像这样切好以后 我们再把鱼头给它切下来 再根据自己的喜好 将鱼给它切成大刀的小块 另外一边骨头稍微多一点 然后我们用刀给它剁成块 鱼头就给它对半切开 再给它装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来腌制一下 往里面下入一小刷食用盐 来点胡椒粉去腥 半勺生抽 一大勺玉米定粉 然后再用洗干净的小手 给它抓拌均匀 让鱼块都裹上一层薄薄的定粉 抓匀之后 给它放一旁 腌制十分钟 准备三个小青椒 将它去地 切成小圈 再准备这个红椒 也给它切成小圈 如果吃不了辣的 咱们可以用大红椒代替 切好 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区别的生姜 给它切薄片 然后再切细丝 切好 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根小葱 将它切成葱段 切好和姜丝放一起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下入菜籽油 鱼的话有腥味 用菜籽油烧 更加的香 油热之后 给它晃动一下锅 然后把鱼块 一块一块地给加进来 开中小火 给它慢煎 先不要朝气翻动 给它煎至底部金黄 煎至金黄后 再给它翻个面 煎至定型后 再给它滑动一下锅 使其受热均匀 一面煎好以后 我们再煎另一面 把鱼块煎至两面金黄浇下 接着把切好的姜丝 给全部加进来 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料酒 给它去腥 再把青红椒给加进来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再加入少量的水淀粉 给它勾勾薄切 然后小火 给它煎一分钟 让它充分地吸收 调料的味道 一分钟以后 再把切好的葱段 给加进来 然后嘴硬地给它翻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 生煎鲁鱼 就做好了 出锅前 再加少量的生抽 我们给它出锅装盘 即可开身 哇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色香味俱全 喜欢的朋友 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简单又美味 就连厨房小白 一看也就能学会的菜 这样做的生煎鲁鱼 整个屋子都是隆隆的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而且连鲁鱼皮吃起来也是脆脆的 非常的好吃又下饭 就这样 我们一道生煎鲁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8颗牙齿晒太阳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